好 趁著農曆年前搶錢啦 藝人郭子乾跟陳漢典呢 各以七位數字替電腦做廣告代言 而且呢尾牙場兩個人也非常厲害 郭子乾說這個接了大概三到五場 進賬250萬 而且徒弟陳漢典呢 說大概也賺了150萬元左右 不過呢 這卻讓郭子乾有點吃味了 我是Jeff啦 對 我是他的弟弟 那是我哥哥 我是金曲歌王 Chino 黃麗星 我現在叫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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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徒良模仿黃麗成跟黃麗星兩兄弟 郭子乾黏個大鬍子 陳漢典還貼個大光頭 把鼻孔都給塗黑了 兩個人趁農曆年前 在搶下電腦的廣告代言 不過這拍攝過程更不輕鬆 困難的你們沒有拍到 我扮那個 那個葉富台老師 再去已經跳了 就要上去不接下去了 真的很累 就要吵起來 真的搖到腰都快斷掉了 當然辛苦的背後 可都是各賺進了 七位數的廣告代言費 年前賺個大紅包 當然一定要來搶尾牙場 郭子乾今年跟去年 差不多 接下了三到五場 每場三十萬到五十萬元 進賬大約是兩百五十萬 陳漢典去年八場 每場六到八萬元 今年場次酬勞在一家碼 接下了十場尾牙秀 每場平均十二到十五萬 也讓師父郭子乾 似乎有點眼紅 說真的搶太兇 哇 你真的是問到重點 哦 現在這個尾牙 不是阿堅納豆啦 不然就安心亞啦 然後就不然陳漢典啦 再加哪一位啦 幾乎都被他們搶光啦 但這是好事啦 因為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便宜嘛 對啊 因為郭哥一場就敵我們好幾場 至於過年計畫 郭子乾說過年要在七小豆日本玩 陳漢典也會包給家人一個大紅包 兩個人靠模仿加主持 今年過年延企依然是紅不浪 週天新聞秋尾熊王曲金羅佩玉採訪報導